今天我们讲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印度新冠上演的天火焚净屋 祸害全球 这里其实都不是拿他们开玩笑的 为什么会说天火焚净屋呢 这个我记得我以前70年代那时候看过这一套片 其实这一套片是说在欧洲有个暴军 在希腊那边天火焚净屋其实是火山爆发 是弹到整个城都是烧毁的 这个也有历史记载的 但是现在为什么会说印度上演这个天火焚净屋 因为现在在外太空看到印度全部焚净火 也都有人讲说印度点火 有人就烧尸体 中国人就点火 人家升这个太空船 太空装上去 两个国家不同 里面我会说几样东西的 第一个题目就是内容就是不一样的人 就是不一样的疫情 第二个我们这个题目很有趣的 就叫做一个受孤爷仔操控的印度西施 好高无远 孤爷仔可能很多现在新一代都不知道是什么事 其实那时候旧社会的时候 就立刻社会找一些青鸣八正 用来去骗那些女仔 推她进火坑 这里其实我解释了这个之后 然后再讲一下 大家理解到印度究竟是什么心态 然后再知道后面 接着印度拒绝中国那个施舍 为什么不领情呢 接着呢 中国对印度的好意 也都网上很多人说 值得吗 值得中国这么做吗 接着我们又看一下 南亚六国这个环 印度圈以求自救多福了 最后来就 刚才我跟大卫书说 今天下午我看到有些新闻 有些消息就说 美国可能对印度落井下石 我们一直一个个分析去看看 先讲印度的先 它是不一样的印度又不一样的疫情 根据那个媒体在4月29日那个报导 目前那个印度新增那个确诊的病例 和死亡的病例就创历史新高 它那个还比美国厉害 即使是如此 印度那个官方的数字 那个真实性 都是比受国际社会所得意 世界卫生组织 那个首席科学家 叫做施亚米纳坦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他说印度当前那个报告 那个新冠疫情 确诊的病例数字 和死亡的病例的数字 他说都是被严重地低估的 印度那个实际感染人数 可能比官方报的数字 还要高二三十倍 如果这个世卫组织专家的评估是熟实 那就是说 意味着一个印度国内 至少有3.6亿 至到5.3亿的人都已经是感染的了 而以这个为基础 那个死亡数字就更加惊人了 那么欧美那个媒体记者 在印度的疫情第一线 採访的时候就揭露了一些东西 他说原来有很大量的新冠病毒的患者 死亡的例子 并没有加进去 这个新德里的统计报告的 首先是这个疫情发生之前 这个印度的医疗体制 已经没有一个完整可靠的死亡报告统计的制度了 而在当前第二次疫情大爆发的一个混乱情况之下 那个医疗就算它有医疗系统 那个系统的统计体系 是否能够正常运作 也有一个移民 其次就是欧美记者报道 它说印度政府或者受益医疗系统 是区别死亡病例的死因 比如因为缺氧窃息死亡的病例 它就会列为缺氧死亡 而本身有慢性病例的病例 病史的新冠死亡病例 它们就会编进去 就是慢性病死亡案 就不能下去是新冠的 更重要的是大量很多 未被收入医院的新冠重症 未进去医院已经死了 那些更不会登记进去政府的统计名单里 美国的媒体又说 大量的死亡被漠视的疫情之下 印度已经成为冷血的人间恶辱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就担忧表示 他说印度现在的疫情是属于毁灭性的 是一个令人悲观的现象 所谓的高温是新冠病毒的天敌的说法 它已经是印度当前第二次的疫情绝对打破了 有报道说印度那个双变种的病毒是可以抗高温的 可以抗季节性的 联合早报是这个报道说 印度从五月份开始炎热雨季这个时间 是呼吸到疾病的高发期 这个意味真正的疫情顶峰还未来到 印度那个病毒专家说 是印度第二次那个疫情顶峰 乐观点估计就会在五月中旬就会出现 那就是说未来的三周 这个印度的疫情仍然会是屡创新高 是以爆炸性的增长的方式来蔓延 而由此是将它带来更大的医疗物资 缺乏危机 虽然是国际上还没有针对 是新冠病毒的有效治疗的手段和药物 但是只要有呼吸机和氧气 最大的限度是降低重症病例的死亡率 实际上数据显示印度氧气的产能 全印度只有750吨 但是今次疫情爆发之后 印度这个医疗氧气的需求量 就会增加到2700吨 现在目前印度氧气的价钱飘升了七倍 很高 算是中产阶级都没有办法承受得去 你不要说低层的穷人 一旦感染 一旦感染 大家可以想想 只是在等待升天 为了去缓解了氧气的供应 印度不惜出动军用运输机 在欧洲、新加坡和亚联邮 采购那个液氧 同时已经向中国订购超过两万八千台人的氧气机 这是最新一两天的公布 其实之前它是没有的 但是这些都是印度莫迪政府 临急抱佛脚的措施 短期内去揭制这个疫情恶化的趋势 未来印度单日新增的确诊病例 和单日新增死亡的数字 就会更加创成这个世界纪录 印度的华人表示 连印度政府之所以是鱼鳥政策 不做七次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 印度更多是有些无症状的感染者 所以印度政府就不紧张 印度的民众也如此 因为当时的死亡和重症也都不是很多 而且我看过有些华人 当地华人的道徒 他说 讲回他之前那段时间 第一波的时候 他们也想看一下 这个印度的医院的设备是怎么样 于是他们又跑去就说 我是恨受的 他说怎样不知医生告诉他 他什么都没有检查的 他说你不用跟我检查这个新冠 根本都没有新冠 你需要什么检查呢 大家都可以思考了 就是他们这样来看法的 现在印度的疫情就好像叛� cosine式的步伐 印度现在跟上一次不同 上一次多數的貧富低層的階層是中招的 但這次不是的 這次照他們報道的中產中招是最多的 而他們那個印度有一個叫馬哈拉斯特拉幫 那個新病的增加多少呢 8%之60% 其實那裡經濟很發達 所以也助長了他們的疫情 現在其實印度之所以稱為世界藥廠生產疫苗 是佔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現在已經是禁出口了 之前他們給了很多消息出電 而他們本身在醫學上做分析說 在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的疫情 那個疫情就由城市 幾個主要城市發生的 然後就是那個確診數字下降 城市的抗體多了 但是當時大家都有記憶說他們趕了很多人 就去了農村 所以其實就已經是有很多的世界 他們已經擔心 他說你以前那個農村會不會有一個爆發出來 要你推進去 還有你知道印度的農村的醫生也沒有 但是到2021年4月的時候 確診人數不停飆升 但是發現有抗體的人都仍然會受感染 還有很多大城市那些的貧民骨 也都在農村回來 但是他在農村回來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那時候 其實那幫人走了到農村的時候 根本沒有做錯的測試 就是你不知道他有沒有 現在可能是中央交易又回來 還有上次主要是貧民方面 現在這次就是在中上階層爆發 如果這樣看來講 就是它全民爆發的 但是現在就不同的就是 印度的醫院徹底就是崩潰了 本來醫療體制已經是差的印度 現在在那個感染之後 根本就沒有辦法入醫院 尤其是需要說出 就是由於重症大幅增加 所以入醫院也都增加大量的人口 在這種情況之下 印度那個醫院的門口 所以看到我們看到新聞的台詞上用 其實根據媒體的報導 印度呢 印度呢 那個B的病毒呢 引起那個疫情大爆發 在這種情況之下 印度那個疫情如何結束呢 真是 真不知道 但是問題在這段時間呢 就是有很多很悲慘的事情 都不想在這裡說太多 因為大家都看過 但是呢 可以說一點點 很可愛的東西 我看到有些新聞報導 而他們已經醫院是不夠了 醫療人員也不夠了 但是他的醫療體制呢 那裡呢 就是不停地發生報警 那在這個 4月 看一下 4月21號呢 馬拉 馬哈拉 斯特拉邦 那樣子 那樣子 那樣子呢 就是這個火燭 那4月23號呢 就是盲邁邁 郊區醫院呢 冷氣機失火 又死了14個人 那些患者是走不了的 那25號 蘇拉特市呢 那個醫院呢 那個重症病房 那個冷氣也又短了 又火燭了 那5月1號呢 古加拉邦醫院又失火了 但是你看到他們那個的 這些是他有報出來的 那接火了 他有些很多沒有報的 那就是那裡就說 在這段時間 而他的那些的火警 而這些醫院出現的那些問題 又很頻密 還有一樣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一段新聞就說 是印度的窮人那個的悲哥 日郵報報出來 他拍了出來 有一個22歲的那個 印度男孩就跪了在那裡 求那些警察 就不要把他媽媽那個氧氣瓶拿走 他說如果他拿走我媽媽那個氧氣瓶 他就會死了 轉過頭那些警察就把氧氣瓶拿走了 於是時候兩個小時 那個印度男孩的媽媽就缺氧死了 而這段新聞呢 就去到全世界了 很多人呢 就是引發了就是 中路了 那就是 當時呢 那個警察呢 沒收那個氧氣瓶 是為什麼呢 因為呢 醫院裡面有個VIP的患者 所以他要拿那個窮人那個的氧氣瓶 下去救那個VIP 那這段新聞呢 爆到呢 就全世界都是了 印度警方呢 自己呢 就出來大釋翻 這個就是他去解釋一下 那他說呢 我不是搶他氧氣瓶 我說因為他氧氣瓶沒有氣 我就拿去這個 這個充氣的而已 但是很奇怪那些人說 喂你充氣 充了這麼久都不回來 好像是你沒有回來的 那你這裏 你怎麼搞呢 是嗎 所以就說 現在印度那裏 基本上看到有些的報道 他們就說了 他說根本現在進了醫院那些 是沒有治療的 因為呢 醫生都說了 他沒有藥物治療 他們那個的新冠而已 那要是就要給你氧氣 那就給氧氣呢 現在搞得怎麼樣呢 因為你要醫院去呢 你自備這個氧氣 醫院是沒有給你的 那甚至現在就大家看到 有些就是先游了的 去火葬場 那火葬場 為什麼他說 這個的天火焚情木 這麼厲害 因為他現在那個火葬場就不夠 所以他們將所有醫院 停車場做危 甚至呢 是容許他們在街上燒 所以晚上看到整個印度 整個衝到都是火光的 所以呢 就真的看上來 真的印度好像在做出的天火焚情木 就是整個印度在燃燒之中 有如是人間那個煉獄了 還有呢 這個呢 我看到那個 這個是由加拿大那個大學 那個的細郡 英文家說的 他說 現在這次印度 這麼厲害的死亡 死亡這麼高 新冠 病毒的變異 是呢 它一度呢 就是會繼續去變異下去 一路下去的 那 那就所以這樣傳播 但是問題是一樣東西呢 就是它變變下的時候呢 究竟那些 那些疫苗呢 有沒有效呢 現在 現在還很多都相信 都仍然有 但是呢 就說 再變下去再多幾次的時候 真是不知道的 所以這個 很 極為可怕的 未知之數 但是印度這個呢 就已經是 就是 剛才我們說了 它是內高 內高溫 還有一件事呢 就現在的加拿大那個講話 這次的死亡率 這麼高呢 就是呢 因為通常那個病毒 是會找那個寄生體 然後再傳給別的 但是這次這個不是的 那個病毒呢 一個變異那個病毒呢 是竟然是會殺死那個寄生體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 所以這個死亡率這麼高 就是這樣 嗯 這個就 跟以前我們所聽的 就不一樣了 首先理解一下呢 是印度先 這個國家 那就看看它的心態 那大家一會兒 就理解 裡面所說的資料 就是大家 會不會覺得 他好像一個孤兒子 操縱的印度西斯 那拜登在這個通話之中 向默迪呢 就承諾 美國呢 會向印度提供這個支持的 美國呢 正向呢 就是印度提供 有關那個物資 原料啊 治療方法 的緊急援助 那麼印度那個 印度的朋友呢 他們的自尊心都很強的 美國呢 那些西方國家呢 就呢 好識呢 投其所好 那很多呢 跟印度呢 多說幾句呢 好話呢 印度人呢 就很高興的了 那麼呢 他們高興到呢 心都由裡面跳出來 嗯 真是高興到水 因為印度人呢 你知道你有一個特性呢 說了就等於做了的了 啊 所以你說給他聽就行了 不用做了 說給他聽 他就已經是信的了 已經是當你做了的了 那麼印度人自己本身都是這樣的 他有很多項目那些說一下 就不會執行的了 但是他當做了的了 嗯 那麼其實呢 其實呢 印度那條命呢 其實就挺好的 因為呢 他們處去呢 那個地理位置呢 就非常之好 那就是 還是呢 是英聯邦的成果 那都是呢 是印度呢 引以為傲的資本來的 那麼英國統治印度呢 長達有三百年的時間 而戰結束之後呢 就是趁著英國呢 是身體虛弱呢 多病的時候呢 就搞了毒落 那麼印度呢 從此呢 走上了恢復呢 自尊心的漫漫腸 那麼印度這個國家呢 就很喜歡呢 是面子的 自尊心也都很強的 那麼自認呢 是私承大英帝國的印度呢 心裡總是覺得呢 就是處處呢 是高人一等的 他說全呢 就不會顧呢 自身的實際的情況 那麼已經是將自己呢 是當為一個呢 發達國家的了 他們心裡是這樣想的 在那個經濟發展的道路上面呢 印度呢 其實呢 就走了不少的彎路了 有良好的國際外部環境呢 近年來呢 那個經濟發展呢 就迅速 有了錢呢 那麼印度政府呢 就不可一世了 三番四次要求呢 到聯合國呢 當任了 常任美治國的席位 但是呢 一次次呢 都被無情的 這樣 是打 打 打退他 那個是誰呢 中國 所以他對中國很仇恨的 他覺得他自己呢 是要入五場的 那麼印度呢 自認為呢 是四大文明古國 私承大英帝國呢 和發達國家 稱兄道弟 和俄國關係呢 一向都很和樂的 那麼印度呢 將周邊的小國呢 都修復得撇撇撇撇 那號稱 印度呢 楊呢 就是印度的奈何 還是呢 他是一個核子大國 印度呢 就認為自己呢 已經很有實力的了 所以在世界舞台上呢 是武刀亂弄槍 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那麼不准其他人呢 講印度什麼不好啊 那麼 那麼美國的西方國家呢 之所以呢 是吹捧印度呢 是根據西方國家 本身的利益來考慮的 那麼其實在小富城的時候呢 以來呢 在近五十年呢 印度在美國 和那個西方國家的戰力之中 呢 就會佔據了那個地位呢 越來越重要 特別呢 是奧巴馬第二任時代 那麼美國推出那個 重返亞太戰略呢 就是以印度呢 就是呢 打造印度為中心的 拉攏印度啊 吹捧印度啊 上到天那麼高 那麼有了美國的吹捧呢 西方國家呢 就跟著後面呢 就將印度呢 一直吹到上 上天那麼高 於是在印度呢 就飄飄沿了 而印度也都 享受呢 這種頗為享受呢 這種被人呢 吹捧的 飄飄沿的感覺 就是美國 美國和西方國家呢 用 用得到印度的時候呢 就會拉攏印度 用不到印度的時候呢 就說翻臉就翻臉的了 這個呢 由於呢 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戰略而定的呢 印度那個貧富相差呢 還有這個人口呢 是全世界排第二 是個巨大的消費市場 再加上呢 是印度近年來呢 手裡面賺到一些錢 雖然呢 工業那個製造基礎呢 就不是那麼強 但是呢 印度那個價值觀呢 就他呢 就呢 就呢 是向往呢 跟著跟隨西方國家 而且他是個 很聽西方國家的兒子 來的 那麼西方國家 吹捧一下印度呢 他就馬上呢 就會 啊 拿錢出來呢 買武器的 不過 美國的 西方國家呢 也都是 沒有利益呢 就沒有得說 吹捧印度呢 至少呢 可以麻痹呢 這個印度 沒有呢 那麼快呢 等印度呢 沒有那麼快 可以發展得那麼進度 減慢了 印度那個發展的 進步的速度 那麼 鼓勵印度呢 買買買 你不用去研發了 你買什麼 跟我們買呢 你用它呢 來控制這個印度人 便利了這個西方國家 來維護 在南亞那個利益 那其實印度呢 就是一個 被利用的 旗子來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說出一件事呢 就印度自己 本身的情況 那讓大家可以 理解了 他的心態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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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請 匿名 的 你看